從第一盤開始 球後斯維亞蒂就拿出 試排第一的超強氣勢 到第二盤也沒給俄羅斯對手 帕弗尤申科娃太多機會 最終斯維亞蒂以一技強力發球 對方回擊出界結束比賽 斯維亞蒂以6比4 6比2 輕鬆擊敗帕弗尤申科娃 晉級每晚公開賽16強 也讓自己免於步上前球後 亞賽連卡昨天被暴冷的後塵 同樣沒讓自己重演前輩球王 提前被淘汰的戲碼 還有男單頭號種子辛娜 最後一技發球成功截擊對手 辛娜以6比1 6比4 6比2 花不到兩小時就打敗澳洲好手奧康奈爾 連四年晉級每晚男單16強 辛娜也說網球輸贏就是有各種可能 因為不只小蠻牛艾卡拉茲32強落馬 連前球王巧克維奇也輸給了澳洲好手巴比倫 無緣晉級16強大滿冠25冠只能下次再見 再回到美王女單賽事第二種子白俄羅斯名將 莎巴蓮卡也打得驚險 面對無夜開打的比賽也是美王史上最晚紀錄 開局狀況不佳丟掉手盤 但後來穩住腳步激起直追 最終以2比6 6比1 6比2 擊敗俄國好手亞歷山卓娃成功晉級第四輪 TVBS新聞綜合報導